土耳其议会选举,女性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意志力量。 查看树林 明天,24号,土耳其将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 本台记者观察到,此次土耳其议会选举中,女候选人的比例远远高于往届议会选举,女性逐渐成为了土耳其政坛不可或缺的意志力量。 55岁的阿依谢伯许莱尔是正义与发展党伊斯坦布尔第二选区的的议员候选人,这已经是他从政的第17个年头。 今年4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将原定于2019年年底的大选提前至今年6月24号进行,阿依谢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忙碌起来。 这一天午后,阿依谢针对选区内的女性组织了一个小行轩讲会。 土耳其正发党议员候选人。 阿依谢,我们党执政期间,土耳其变化很大,发展很快,这点我深有体会。 我希望你们不要成天待在家里,只做家务和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应该多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除了争取女性选民之外,女后选人还有另一项优势。 男性议员候选人在拜访民众时,容易遭到反对者的敌视。 就在一周前,一名正义与发展党候选人在访问库尔德聚居区时发生了暴力冲突,造成四人丧生。 而女后选人在与选民接触时则可获得更多的善意。 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不仅要求其后选人拜访选民,还要在街头进行宣传活动,接触更多的人群。 共和人民党议员候选人塔时撤艾尔,女性在政治上有优势,因为女性可以敲开所有选民的家门,女性不仅仅坐在议会里,还更应该走上街头,宣传。 为了获得更多支持,较未传统的阿一谢也开始每天走访选区内的工厂、商户和家庭,平均每天的走访数量高达9家。 这样的工作节奏要持续一个半月的时间。 土耳其正发党议员候选人阿一谢,我们会认真倾听选民的问题,如果他们有任何困难,我们会记下来,汇报给总部。 根据统计,2018年土耳其大选共有接近6000万选民,其中一半是女性。 但是在现议会中,女议员只有82人,只占15%,而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80%受访者认为女性应该更多的参与政治,85%的女性选民会将选票投给想法相近的领导人。 因此,各个政党在此次大选中都提高了女性议员候选人的比例,女议员候选人总人数达到了904人,占21.5%,创土耳其历史记录。 更有专家形容,在此次土耳其大选中的女性者得天下。 留言 斜杠form 查看所有留言